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 我们的生物体是怎么样进行环境的感应 我们就要提到感觉受气 那为什么感觉受气我们现在才说呢 因为有一些感觉受气本身并不是神经组织 所以必须我们先把神经组织的整个架构讲完 从神经元到神经冲动到动作定位 一直到那个中枢周边神经的反射都讲完之后 我们来看看所谓的受气 有些受气本身是感觉神经末端就可以进行 常常是它的速途 神经的速途本身就可以侦测环境变化 那不就是一种感觉受气咯 好 例如我们等一下会提到的嗅觉 痛觉还有视觉 但视觉比较特别 视觉不是末梢 视觉是整个神经元来侦测光线 它不是只有末梢而已的 是整个神经细胞直接特化成我们的光受气 好 这些感觉都是神经本身或它的纤维 直接特化成侦测环境变化 可是有一些不是咯 有些受气是特化的细胞 常常是皮膜细胞 也就是上皮组织 好 例如我们等一下会提到的 听觉 它是皮膜组织的细胞 特化成听觉受气 味觉的味蕾也是的 味蕾中的细胞也是皮膜组织 上皮组织特化而来 因此有些受气并不是神经 有些受气是神经 好 那我们来看看第一个 讲到受气我先简单来讲 人类的感官受气分为五大类 就是眼耳鼻口跟皮肤 听觉视觉嗅觉味觉加皮肤觉 而皮肤觉再细分为触压冷热痛 好 常常说人有五感 就是听觉嗅觉听觉味觉 视觉嗅觉听觉味觉加皮肤 这是你的五感 如果是超出这五个管以外的 第六个感觉 我们叫人类神秘的第六感 第六感就是虚幻的 未经证实的 好 那我们来看看第一感 叫做视觉 视觉是由眼睛侦测大造 所以先把这个大的器官 先简单的介绍 我们的眼睛 前后直径大概2.5公分 一般人都差不多 所以有人说 哇 你眼睛好大 不是眼睛大 是眼皮开的缝比较大 人的眼睛在眼球差不多大 都是2.5公分左右 所以眼睛小的同学 不代表你眼睛小 你只是破的 你的眼皮的缝比较小而已 好吧 眼睛外面会有六条 因为我们刚好学过 眼外肌有六条 控制眼球的运动 眼睛外面还有多保护构照 这些构照 从幼稚园就学过 你可能听过 有眉毛 睫毛 眼瞼 睫毛 跟类线这些构造 好 我们来看 这些构造在哪里 先看 这是我们的眼外肌 各种不同眼睛外面肌肉 拉动眼球的运动 好 我们现在把它 着重 把它脸放在着重 我框了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有点小的 大家要看清楚 这叫上眼瞼 哎呀 原来有换到颜色 这叫上眼瞼 这叫下眼瞼 眼瞼就是俗称的眼皮儿 上下眼皮儿关起来 闭眼睛 上下眼皮儿往上开 就是开眼睛 你有眼皮儿 你可以闭眼睛 专业的说法 我们有眼瞼 可以开或闭眼睛 鱼类没有眼瞼 所以鱼类不会扎眼睛的 对不对 你看鱼都一直睁眼睛 睡觉也睁着眼睛 因为它没有眼瞼 没有眼皮 好 那眼瞼放大 眼瞼靠内称 我这个图画成蓝色那一条 我一会画像蓝色这边 一直到眼球表面 蓝色这一条 这个面跟蓝色 这个眼球表面这个面 叫做结膜 所以有时候你发炎 会在你家就一揉一揉 哇 整个眼睛眼白红红的 眼皮翻起来也红红的 我们说你结膜炎 你结膜发炎了 叫结膜炎 有可能是细菌病毒感 有可能只是外伤 你沙子跑去 然后它是在那边滚啊滚啊 磨破了你的那个 那个结膜的表面 它就会发炎了 好 那这是结膜 正前方这个 我现在看了这个地方 是透明的光线可以穿进去的 叫做角膜 因为它有点微凸 像凸起来的脚一般 这叫角膜 好 结膜一直延伸到角膜 结膜看起来是白白的样子 而角膜看起来是透明的样子 因为光线要穿过角膜 从瞳孔进去 好 那如果从正面看你的眼睛 上下眼瞼张开来 这是你的眼睛中的那个瞳孔的位置 瞳孔不是个构造 它是个洞 光可以穿可以穿进去 而瞳孔为什么是黑的呢 不是瞳孔黑 它是个空间 当光线进入瞳孔 到眼睛内层的时候 它不会反射出来 光进去不会出来 看起来就是黑 就像是 为什么黑洞是黑的 黑洞本身不是黑的 它把所有的光线吸收 而没办法反射折射 看起来就是黑 瞳孔也是啊 当光线进入瞳孔 没有办法反射出来 看起来就是黑色的 好 那最上面就叫眉毛 眼睛的上下眼瞼 这边有这个叫睫毛 好 眉毛跟睫毛呢 都是防止异物靠近你的眼睛 比如说雨水流到你的头上 流下来的时候呢 会被你的眉毛遮住 眼瞼也可以 或者是呢 当风沙大的时候 你眼睛缩小一点 那个睫毛可以挡住一些风沙 你眼睛闭起来的时候 也可以挡住一些风沙跟昆虫 好 那这是你的那个类线 类线会流出眼泪 眼泪会润湿你的眼睛 最后多的眼泪 会从这个管子流到你的鼻腔 这个管子叫鼻类管 通了是鼻跟眼泪 眼泪会从鼻类管流到鼻子 因此当你在哭的时候 一定是一把鼻涕 一把眼泪 讲法的 我刚才只能眼睛讲鼻涕 一把鼻涕 眼睛鼻子 一把眼泪 是不是 你在哭的时候 哭到后面会开始醒鼻涕 因为眼泪流到鼻腔形成鼻涕 鼻涕是眼睛这边分泌物 之外 平常它鼻涕还有鼻黏膜 所以鼻涕有两种来源 泪跟鼻黏膜的分泌物 好 那如果你眼泪过多了 你的鼻涕管来不及宣泄 就会从眼睛的旁边流出来 就是流泪了 好 以上就是眼睛外形的一个说明 好 外形看完了 我们接下来就要讲内部解剖结构